哈喽,大家好,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主题,如何让两手合起来? 给我十堂课,我教你如何有效地训练这个方法。 有一个前提,你一定要依照我们的方式,比如说第一堂课确实的练习足够,熟练了以后,我们才学习第二堂课,不要心急,因为你绝对需要足够的耐心,还有毅力,对自己也要有自信心。 再来,我必须强调,这个课程可能会有点无聊,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机械性的重复的训练,但是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,给我十堂课,我一定会有效地让你两手协调性,得到非常大的进步。 哈喽,大家好,我们今天来说第五课 在这一课呢,我们还是用同样的和弦来做练习,我想你应该已经背起来了吧,就是DOMISO,或者是REBASO 在这一首的练习呢,我们一样是用左手的伴奏为主,而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呢,就是 但是,左手,他比如说第一行,他不是DOMISO和弦吗? 所以他的右手,所以他的右手,只有三种可能,也就是DOMISO,或者是MISO,或者是SO,也就是像这样,或者,或者,或者,而他用的是这种方式, 请你先做练习 请你先做练习 再来,我们只弹第一个音 左手,左手,他和弦都是DO,而右手是DO,MI,SO,MI,所以我们先这么做 再来,我们把每个小节分开来 第二个小节 第三个小节 第四个小节 第四个小节 先确定完以后,我们再把它全部合起来,一起弹 中间绝对不可以有停下来的地方 你一定要练到非常的熟练,就是中间绝对不会有 还要思考,有点练习 要像直觉的反应 就是你头脑发出信号 手就可以马上接收到 而且反应出来 在第二行,它会比较困难,因为它是每两个小节 它就换了 一开始是RE,法,收和弦 而我们说过 它右手指可能是RE,或者是FA,或者是SO 而在这边呢,它希望你弹的是FA跟RE,也就是FA,或者是RE 两个小节以后,它很快就换回DO,MI,SO和弦 而它这次的右手,它要的是SO跟MI 所以呢,我们也可以先只弹第一拍就像这样 或者你左手直接弹和弦 一定要练到完全没有迟疑 换 接下来第三行跟第四行 它跟前面是非常相似 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接下去 这边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在乐里其实也是有 最后那两个小节呢,DO跟DO,它同一个音中间有一条线连起来,它代表后面那个音我们不弹 而前面四拍,加上后面一拍,四加一等于五 一,二,三,四,五 一起结束 课程越来越困难了,你还能够跟上吗? 请你继续努力 如果还有问题 就问我 就这样,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